啊 好热 可悲 艾儿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嘟嘟变成烤鱿鱼吗 接约用电 从你我做起 现在温度35.824 36度才能开空调 抱歉 道理我都懂 可真的太热了 久等了 崎岖智郎为您服务 你们知道金木水火土谁最高吗 是火 因为火腿长 笑话也太老了吧 对啊 就是狼笑话 不对 我们不是要冷笑话 而是要凉凉的空调 空调 那是什么 难道 骑骑特攻队 时空起点出现了 果然是宁梦博士 出动吧 不怕强敌 骑骑出击 嘿 我还有个超级冷的笑话 你们要听吗 不用了 再见 各位 这次时空 艾尔 其他人呢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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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凉 好舒服啊 我的好空调 大热天没了你 本庙还怎么活呀 那你们还在这磨蹭 艾尔 收到 那让我们吹火 空调 轻轻 听着 这次关键时刻 在1902年 美国纽约年仅25岁的工程师 威利斯 发明出世界第一台空调 这和现在的空调怎么不一样啊 根据资料 空调最早是给工厂的机械降温 一直到二十年后 威利斯才设计出家用空调 不可原谅 敢对我们夏天的大恩人下手 嗯 一定要保护好空调 都回我们的冰省夏天 出发吧 兵手 兵手 时间飞船 提去变形 这里是纽约布鲁克林的印刷厂 威利斯先生就是在这发明空调 好 开始找人吧 闪电猫 别偷懒了 别急 本苗已经误了 我们不用找 根据以往的剧情 没到这时候 放 放开我 瞧 麻烦自然就会找上门 快去帮忙了 把他丢出去 别这样 我说了 是逆向思维 闭嘴 一 二 丢 逆转光枪 威利斯先生 没事吧 嗯 没 没事 你们是 我们是 骑士兽部队 是来帮忙的 什么跟什么 别动 修身扼煞 本名要谈非你们 别动 他们是印刷厂的工人 威利斯接受他们的伪托 才会发明空调 那个 发明创效难免失败 两位大哥多多包容嘛 失败我们可以理解 可那威利斯 就是在这故意捣乱 我可以解释 根据我的逆向 别再说什么逆向思维了 逆向思维 嗯 你们自个看吧 这 这里头也太热了吧 冒烟了 懂了吧 它就是故意捣乱的 对 不能让机械降温就算了 可它居然还造了个怪机器 把热气都灌进工厂里 现在热成那样 我们还怎么工作啊 都说了 这是逆向思维 还在那逆向 赶紧把它丢出去 冷静冷静 我相信威利斯先生这么做 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喵 我说威利小哥 别卖关子了 老实解释吧 嗯 好好 其实我反复验证过 长时间运转的工厂机械 绝不可能降温 所以 我们就需要把问题 反过来思考 反过来 没错 既然机械本身无法降温 那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反过来 让整个环境变冷 这样就能中和机械的温度 说的好听 可你弄出的不是热气吗 哪里冷了 哦 我懂了 逆向思维 对 我先用最简单的蒸汽机原理做试验 既然有办法提高环境温度 那么反过来 只要控制好水分和湿度 那一定也能将温度降下来 虽然听不懂 不过感觉超厉害的 这 你真不是故意捣乱 当然 我这就把设置全都反过来调整 温度马上就会降下来 根据分析温度开始下降 工厂一会儿就凉快了 威利斯 对不起 我们错了 可你这么有想法 为什么不早说呢 呃 我不是一直在说吗 逆向思维 呃 你这说的也太抽象了吧 喂 你说啊 这谁懂啊 抱歉抱歉 呃 总之 我的发明成功了 采赛 不准成功 迷猛 赶索 赶索赶紧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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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天 便动冷下 嘿嘿嘿 打不住 快跑 足定目标 糟了 汇利斯先生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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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aç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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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艾儿大枕 啊哦大意了没有闪 嘿 假背 动动就屁 动动就屁 估计粉红张女真好耶 喂本妮毛 本妙要发威了 光既追走 嘿嘿 用的用 弄动了兵 没问题 弄动了兵 弄不了了 伤计猫 冲剑青钢剑 这兵也太硬了吧 凯奇 你还是先对付花牛蒙 啊 去 嘟嘟 来呀小白鸡 哼 我跟你拼了 冷静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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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没完 哇 冲剑万能部 啊 哦 啊 啊 噢噢噢噢噢 洞洞冷氣大動動 附近 討厭討厭 童天火箭拳 沒有沒有 洞洞兵強 噢 什麼 給我呸 開啟 怎麼辦 蒙茶茶這次好厲害啊 開啟 一定還有辦法的 別忘了 逆向思維 逆向思維 對了 既然蒙茶茶想要凍住 那我乾脆就被凍住好了 咕噢噢噢噢 連你也被凍住 我們怎麼辦 飛鷹戰車 出動 飛鷹戰車 急去變形 馬力全開 衝躍 衝躍 向我變第一隊 好 就是現在 通天火精全 急去爆發 連環發射 看我用你的冰塊背負你 一下 這就是 嘿 逆向思維 我托家 加入制冷剂 随着沸腾 它就能带走室内大量的热量 好了 好凉 好舒服啊 好 我决定这发明就叫空调 你怎么突然想到用这名字啊 与其一个人思考 不如接受大家的意见 这就叫 逆向思维 奇奇特工 染毒成功